好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俩每一次见面都需要飞越半个地球到对方的城市 隔上半年才能见到短短的一面 这一次悉尼的重聚又到了末尾 我们两个当然要好好做一些浪漫的告别仪式 比如一天之内追遍悉尼的日出和日落 我想我们两个能这么艰难的恋爱两年离不开 他愿意早上五点陪我去追太阳 以及回答我一些晨间的急性问题 新尼的外达老早餐会有豆浆吗 你再问一遍这个问题 新尼的外达老早餐会有豆浆吗 新尼的肯特地会有炸浆面吗 当然了虽然日出这件事很浪漫 但也不代表我们两个能随时随地都很浪漫 大家我的开心只是我的保护色 因为我便秘了两天没有拉爸爸了 我现在肚子就 肚子疼 肚子疼 大家还是拉不出来 我想这一期浪漫的分别Vlog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这样子的 当然虽然我现在一直在被肚子里的成年爸爸所折磨 但不可否认的是悉尼海边日出 很尴尬的事情 可能没有等到日出就已经出完了 就在我们已经放弃了 因为遮挡错过看到日出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海岸的另一头有很强很强日出的光线 于是我们疯了一样的跑过去 终于 我们今天看到了超好看的日出 我们看到了 终于看到了 看到了 哭吧哭吧 看到这出了 哇 这让我们说话 就是想转 哦 又来 生活就是有些意外 有些失误 但更多的还是惊喜和美好 这个人没猜好点日出是在这边的 然后我们刚刚在那边等 我就以为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然后我俩就怒跑跑到海岸这一头 哎 看到了 姑父姑父有诗人 这脑残在这玩沙子堆了个什么 你自己看 这脑残 我帮忙 因为今天悉尼的海边真的把我美到了 所以我们临时决定看完日出晚上 我们还要在这另外一个海滩再看一场日落 大家成功了 I'm back 就是什么骗你呢 就是这方法那方法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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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测来一顿美美的麦当劳早餐 你就会收获 这个 哇 三天了呀 三天了 三天了 刚刚终于 现在的星球现在在city这边 然后要坐船 来 去 马里 beach 这个 是一个 是一个beach day 对 我们刚吃完那个brunch超好吃 然后 然后 西尼 对西尼终于给了我面子 现在是很舒服的晴天 然后就是温度又不高 也有太阳可以晒 我其实就是出来旅行的话 我是完全不会care晒不晒黑的 我只想要太阳 就是我就是阳光的感觉 好喝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幸运 我们俩除了是在谈恋爱 其实也更像节奏超同步的哥们 我们都很爱早睡早起 旅行的时候 也都很享受一起精神充沛的去这去那 所以每一次异国恋的重逢 都好像成了两个小青年世界各地的周游历险季 这里有一个一只脚的 这叫什么鸽子 好可怜 哦 好可怜 它只有一只腿 大家有看过我们上一次在爱丁堡海边的视频吗 爱丁堡 现在我们从爱丁堡到了曼里地区 爱丁堡 这个名号叫爱丁堡 为什么看不到我们这边 真对你 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四次这样的异国分别 不知道为啥这一次就很想用一些欢乐的地址 习惯了是一方面 可能更多的是我已经充分信任 无论身处何地 我们每一次的相遇都会超级充实有趣 伦敦的圣诞 泰国的夜市 爱丁堡的城堡 还有悉尼的海边 那下一次我们会在哪见呢 每次都会儿 还有其他人 今天不见过 一起廿的儿子 咱们 这个事情 好